大家好,我是宝云 上几天,我一个朋友想问我 最近我收到了大东方的信 是什么来的? 我叫他你拿封信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原来他的信是告诉他 他的孩子已经18岁了 请更新他的个人资料 我看那封信里面包括要更新他的签名 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他买了一个储蓄保单啊 或者医药卡啊 小孩子10岁以下是不需要签名的 父母亲戴签 那么现在已经18岁了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签名 更新他的那个签名 还有他要更新他的IC 以前他是用mykit的,pink color的 现在他要更新他的IC 是blue color的 然后有两个picture的,两个头的 那么还有更新他的地址 需要更新吗? 他就问你,你要update他的资料 还有你要autodepic吗? 你要银行自动过账吗? 你要更改你的还钱方式吗? 这些所有的种种资料 他就需要update一下你的information的 你可能你孩子现在还小 到了18岁他会自动寄进你上次所写的地址 记上 然后你就要去把它填下 然后交去给大东方考特 如果大家有遇到什么保险问题的话 不妨也可以找我 我帮你们去看看 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帮助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